维生素B群是人体不可或缺的营养素 使得近年相关保健品相当受到欢迎 早上精神不济,来颗B群 最近气色看起来很差,也要来颗B群 不过,你真的懂B群吗? 要是张宏林为大家解惑 有些人认为睡觉前不能吃B群 否则精神太好,晚上会睡不着 但张宏林表示 B群中的B6与B12有维持神经稳定 舒缓焦虑,帮助睡眠的功能 所以傍晚或是睡前补充适量的B6与B12 事实上可以达到改善睡眠品质的效果 精神不好的时候,补充B群真的有用吗? 张宏林说,前提是你要摄取足够的热量 因为B群是产生能量过程的腐霉 所以身体没有足够热量 也无法让B群发挥最大的功用 而且B群不是剂量越高越好 由于B群属水溶性 吃太多也只是排除体外 过度摄取也有呕吐 或是加重肝脏与神经系统的负担 以及光敏感的问题 因此需要衡量自身的身体状况 适度摄取 以下提供挑选B群的三个原则 第一,要选择天然复方的成分 市面上许多品牌的B群都是化学纯化 与天然B群差异在吸收率 天然B群吸收率可以达到50%以上 另外,可以依照性别、年龄或个人需求 挑选复方B群 第二,当然是选择成分公开透明 拒绝来路不明的廉价保健品 以免造成身体负担 最后则是尽量选择胶囊的形式 因为胶囊减少了负行剂的使用 减少食品添加物的摄取 也会减少身体的代谢负担 人生复报 陈林芳 台北报导